3月9日,在福建省泉州市里城区长泰街道南环路新家酒店楼底坦塌事故现场 救援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着 参与救援工作的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作战训练科科长郑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当前主要是进行精准定位及科学施救 针对昨天施救出来的一些人员 然后跟一些对于一些有可能还在里面一些被困人员的一些位置 作为一个重点的一个区域进行一个精准 通过这种仪器音频视频然后搜救权 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定位跟科学的一个施救 现在最主要是在做这个阶段的工作 郑坑表示事故现场环境复杂 给一些探测和施救带来一定的难度 我们整体的现场范围大 这边很多的人员跟环境都会对这些探测造成一定的影响 况且我们的这个楼板建筑格局 它比较特殊是这种干架结构的这种一个结构 然后对我们的一些下一步的探测跟施救 也会带来一定的难度 每个区域它探测的方式有六位游所不一样 所以我们会根据每个区域的一个定点的 会根据人员可能被埋压的具体的可能的位置 实施不同这种深层式的不同层次的一个挖掘 在世故现场的外围保障区 一支支爱情救援者团队也汇聚于此 为救援人员及现场工作人员提供完善的后勤保障 今年72岁的张书珠是一名泉州慈济职工 当天一大早 他便从惠安的家中来到世故现场 台岸上摆放着五穀粉 红茶 姜茶等饮品 张书珠一直在忙碌着 上午十点半 两名外卖小哥自掏腰包送来了两大袋盒饭 志愿者谢礼达和同伴们连声感谢 是我们的一个快递小哥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 就他们送过来 然后通知我们 我们就过去拿过来发给大家 这是我们的嫌犯 对 还有就是我们的面前那个牛肉羹 谢礼达所在的泉州真情在线公益协会 七日晚间就来到事故现场 搭起帐篷 给救援人员提供水 饮料 食品等物资 志愿者们24小时 轮班值守 我们午餐也有 晚餐也有 包括一些茶水都有 饮料这些都有 我们都是社会爱心人士 每会提供给我们的 然后他们会再过来 然后我们就出去拉进来 一天24小时再提供 包括晚上我们也是都有 3月7日19时05分 福建省泉州市里城区 长泰街道南环路 新家酒店发生楼底坍塌事故 截至3月9日14时 现场搜救出受困人员50人 其中11人死亡 仍有20亿人被埋飞墟内